今天早上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在警车的护送之下通过特别通道进入法庭 媒体只能够远远地派到身穿白色衬衫安华的背影 报道说安华跟防委会主席西迪哈山有激烈的言辞交锋 也否认了向内阁隐藏炒汇的真实亏损额 而安华的妻子旺阿兹沙和安华的代表律师西华拉莎也现身在布城司法宫 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前国航外汇交易员阿兹曼揭露 前首相马哈迪在他任职期间不曾踏入国航的外汇交易所 此外阿兹曼也披露他曾经接受前国航顾问诺莫哈默的指示 在短短一天之内处理超过10亿美元的外汇交易 但是他已经不记得曾经经手过的最大笔交易数额 尽管如此他重申一切都是按照首席交易员或者顾问的命令形式